用英文分享簡報 也把身為三寶爸的經驗掛嘴邊 台北市長蔣萬安參與日本東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證件發表會後的視訊會議 和泰國曼谷市長查查一起討論 少子化對策 聽者兩人 紛紛點頭 東京知事還轉頭 似乎在和團隊分享 蔣萬安滔滔不絕 對自己的政策很滿意 所以這些政策也讓我們在 上個月5月份的時候 新人數在近5年同期來到了新高 當然龍年出生率可能幫助不少 台北市去年生育率0.97 是2014年以來首度回升 而泰國從1970年的總生育率6.29 降到去年的1.08 日本東京則是創下史上新低 去年新生兒有86347人 出生率只有0.99 比2022年少了4750人 也難怪端出一系列補貼政策 力拼連任之士 包含保育費用和動卵補助 而小池之士拼連任 他的其中一名對手 台灣人也不陌生 有台裔背景的日本參議員連訪 多次和總統賴清德合照 而蔣萬安則是親自接待小池百合子 曾經來訪台北 這回線上幫站台 是否也代表這一局 他挺小池耐人尋味 TVBS的留意句狀說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